今天我們來介紹一位在華語嘻哈音樂圈 有著相當重量甚至被譽為OG級的一位人物 華語嘻哈從地下音樂 已要成為主流音樂的重要推手之一 也被許多音樂人視為英雄和偶像 這次我們就來聊聊MC HOTDOG MC HOTDOG本名謠宗人簡稱熱狗AKA老夫子 差不多先生平民百萬歌星 景美任達華寂寞小水怪OG一樣你的大叔 至於為何叫HOTDOG也不可考 早在出道之前就這麼叫自己了 熱狗出生於1978年4月10號 也跟很多饒舌歌手一樣出生在牧場 而通常在上課的時候也覺得很無聊 就在課本常寫的有的沒有的 當時的美國嘻哈歌手Bigi影響他非常的大 並且常常泡在西門町的Tower音樂層 尋找唱片 聽說那時候對於嘻哈還懵懵懂懂 看到黑人擺著酷酷兇狠的姿勢 他就買專輯回去聽了 當時他就把自己的想法寫了下來 照著節奏開始練習 接著1996年進入福人大學影像傳播學系舊子的時候 就在大一的銀星舞會上做出freestyle的演出 接下來就開始在台北各大夜場唱歌的生涯 到了1998年網路上出現一個部落客留言板 由當時還是高中生後來三批老師 和他的另一個同學所架設 創造出台灣嘻哈音樂的搖籃 Mr.U聚集了一些喜歡饒舌的音樂人 這裡面有熱狗 並且結識了大隻又臭味相同 之後常常一起寫歌一起表演一起玩 念台北體院的大隻算是壞壞的 相對於熱狗純樸的大學生 開始帶著熱狗體驗人生 過過那些煙酒和放蕩的生活 不過也算是給熱狗的早期有許多靈感的 早期的作品像1030跟快樂 我的生活就是在描述這些日子 經典名曲《吊沙場》也是在這個時候成型的 我已經分不清前面思路是天堂 250、260、270、280 尬家 比你幫我口交還爽 但是酒精濃度過高倒是鬼擋牆 熱狗自己做完的beat之後 把當時的生活赤裸的記錄下來 軸線換到熱狗第一間簽約的唱片公司 魔岩唱片說起 當時魔岩總經理張培仁 在熱狗常演出的live夜店 在這裡發現了熱狗 被當時熱狗現場的演出經驗 因此在2000年和熱狗簽約 加入旗下品牌大馬戲團音樂工作室 並且用最小的成本去經營熱狗 採取地下音樂經營方式 而在墾丁的春天那海上 熱狗用自己獨特的live魅力 跟當時有一群辣妹在熱舞著身 使原本沒有人的舞台 變成最後一大群聽眾 讓熱狗這一戰演出成名 簽約唱片公司後的熱狗 開始有正規的錄音器材 支援創作音樂 把過去的創作整理集合起來 製作了十幾首歌曲 不過當時也不知道為什麼自己的作品已經外流 造成後來到處都是賣他的盜版歌曲 Demo到處傳 早期熱狗的歌曲寫滿了憤世技術的詞彙 以當時社會來說是敢做敢當的個性 立即讓他火紅了起來 唱片公司秀到實際成熟 一口氣在2001年分別讓他發顯了MC Hard Dog 犬 哈果邦 九局下半四張EP 而且以不到百元的超低價販售 成功了公路市場 預計賣了30至60萬張 這個數字還不包含當時的盜版 而當時熱狗的盜版音樂 直接傳遞到大陸 影響當時華語音樂的轉動 當時磨研唱片已經面臨到數位化的衝擊 實體唱片的銷量大不充顯 當時熱狗是型的還要打頭陣暖場 但是因為市場接受程度還沒有完全成熟 不但變成了冷場台下還常常有聽到謾罵的聲音 而熱狗也靈機一動 開始與台下的觀眾互罵 罵到後來也變成一個互動 變成了噱頭 一直演出變成台上台下一起罵的狀態 後來熱狗也擁有一群不少數量的粉絲支持 不過在2001年底的時候 熱狗在岩壁後也面臨著當兵的問題 需要入伍而且還抽到了金馬獎 到了外島馬祖當兵 當時的他很迷惘 則在23歲的時候寫下了這首《九局下半》 《九局下半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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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在2003年退伍之後 一切豬羊變舌 當時的魔言唱片面臨了解散 那一年有許多台灣唱片 离开了业界 也影响了许多歌手 好在同样是在磨研唱片节上的歌手兼好兄弟张正月 在2004年和经纪人王静波创办了本色音乐 牵下了第一个艺人热狗 想做有内容、言之有误的歌曲 两人在出道之前已经有不少的听众 让他们很快的东山再起 先是在台湾的小Live House和Pop演出 后来经纪人安排去了全美最大的连锁Pop House of Blues 做了十几个大城市的巡回演出 要知道当时华人在嘻哈音乐发源地美国 能表演是非常不容易的事情 等于是一项创举 累积了更多的海外听众 经过了几年累积的能量 与张正月抄刀合作 这张唱片让整个嘻哈音乐浮上台面 成为主流音乐 更把热狗推上了华人和嘻哈伟人地位的专辑 Wake Up 而这张专辑也在2007年18季的金曲奖 赢得了金曲奖最佳过语专辑 可以说是华语嘻哈史上头一招 打败了同时角组的蔡依林张选苏达绿等等 而在里面那一首我爱台妹 更是成为一首家喻户晓 一堆人去KTV的弊点歌曲 而随后热狗也举办自己的演唱会 不仅全部飘好卖光 黄牛飘还一度被嫁炒到十几倍 而张正月在这张专辑也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 张正月因为在2006年玩越野赛车 摘伤严重骨折 在复健期间还努力的帮热狗制作歌曲 我爱台妹这首歌他一直建议热狗 要加乡旋律线的东西进入在这首饶舌歌里面 制作热狗在2008年又发行了《差不多先生》的专辑 名声取之于胡适《差不多先生传》 用来反思现在的生活 大家好像差不多 没有太大的不同 而这张专辑其实是写着一些淡淡的无奈 当时正面临京东海啸的时间点景气不太好 反映出现实人生的专辑 热狗也在这张专辑发行的时候当了爸爸 生的小热狗 直接把自己的儿子拿来当专辑封面 直到2012年又推出他的专辑《平民百万歌星》 《平民百万歌星》向他在反思自己成名之后的生活 好像自己的生活有一线资格 上一秒是大明星 而下一秒就可以面对一般人的生活问题 歌词在4分42秒提到 热狗剪头发不去明星H Park 帮他剪头发的是个家庭理髮的阿嬷 直到现在热狗还是给他剪头发哦 我出的每一张专辑我都会送给阿里 我出的每一张专辑我都送给阿里 没有说法 而我私心喜欢这张专辑里面的歌曲《离开》 歌词里面提到 在虚拟的世界里我戴着面具 在real world我用真名说假的话 在not world我用假名说真的话 热狗藉由文字反映当时社群网路兴起的反思 老师不需要治疗 这时币我偶尔会长痴疮 华蜀是我的翅膀 虚拟的世界里 我戴上面具在湿封的日月里 我像是面具在浴个窝 我用真名说假的话拿着我 我用假名说真的还有一波 我也开始愿意称扎 在我的两个世界里分不清真假 而近几年来你也会发现 原本热狗的形象是戴着墨镜的 但现在热狗也开始会以没有戴眼镜的方式出现 而在2013年热狗 在香港的红堪体育场办演唱会 跳房很快的卖完 而热狗也创下这些场地 华语嘻哈歌手的第一人 之后热狗的世界就达到非常好的境界 也非常提膝后备 先是在2015年为了拉台MJ116 与张正月共同组了兄弟本社 带着MJ116循环演唱会 之后则是在2017年开始 中国新缩唱连续三年担任评声导师 这几年这些节目算是提供 花语老师音乐一个非常棒的舞台 让许多人注意到了花语嘻哈音乐 而热狗也在里面提息了不少后辈 而在2019年废物专辑 是睽違七年的专辑 废物专辑的名称是因为女友一天到晚说她很废 一直躺着所以就叫废物 而灵感来源来自于生活 像是厌世吉娃娃这首歌曲 就是女儿的灵感而来的 加上儿歌妮娃娃 而这时热狗也拥有两个小孩 没有结婚 在媒体访问的时候 她自己笑说 自己常跟不同的女生生小孩 只要是她的她就会负责 而热狗也在媒体直接很老实说 她是不婚主义 表示结婚是很可怕的事情 和现今需要维持形象的明星对比 谁能比她更为真实 而她现在也说自己过得太爽 什么都有了 把她的想法写入嘻哈没有派对 歌词提到 已经没有这么好玩 该怎么幽默 每种就捏爆自己的稿丸 反正自己曾经秋过 你到底在想什么 又害怕着什么 你总是不停的战斗 这次你为谁而活 现在的热狗 人生的体悟踏入不同的阶段 她现在仍然像一个大孩子一样 收集着玩具 开着普通的车子 真实的把自己每个阶段记录了下来 继续影响着后劲的人们 好啦 这一次的拍特就介绍到这里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影片 欢迎订阅和留下你的想法 我们就下次见咯 拜拜